安德瓦总说 当时你应该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和小东小夏一起去玩 多去学校交些朋友 除了英雄以外 还有各种各样的世界在等着你 未来有一天你会忘掉的 当时不想听这些丧气话 他想成为父亲的骄傲 而且同学们将来都想成为英雄 自己当然也要当英雄 自己可是安德瓦的儿子啊 当时情绪失控 身上出现了更多伤口 一家人都震惊了 谁也没想到这个孩子会如此执着 他哭喊道 是你让我燃起了希望 如今已经忘不掉了 让我装作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这是不可能的 说完 灯石身上冒出了更大的火苗 他狂口道 你倒是看着我呀安德瓦 好好看着我 灯石情绪大变 浑身都窜出了火苗 安德瓦每每想起那些时候 就觉得痛苦万分 轰冷安慰他 其实最痛苦的不是安德瓦 而且忽视了灯石的感受的 也不仅仅只有他 三个不适宜训练的孩子 从那以后 便与轰胶洞隔绝了 安德瓦拜托轰冷 照顾好灯石 因为他是最执着的孩子 轰冷认为 安德瓦才是最应该 承担起照顾灯石责任的人 多去看看灯石 总比这样无视着好 但安德瓦说 自己只能让灯石看到英雄世界 这样反倒会让他放不下 当英雄的目标 轰冷质疑道 是英雄吗 你不是一直只会逃避吗 五年后 孩子们都渐渐长大了 小冬和小夏 活得像寻常家庭的孩子一样 但13岁的灯石 却一直纠结安德瓦的错 他每天都在小夏面前 责怪安德瓦不重视他们三人 他觉得当代英雄 不应该对自己的孩子不管不顾 小夏每天都听他这样说 便劝他去找小冬聊一聊 他觉得这个家里的女人 都完全靠不住 根本没有商量的必要 灯石很伤心 没想到自己一直信赖的小夏 也不能理解自己 日子一天天过去 轰交洞每天都被安德瓦拉去强训 轰交洞很羡慕哥哥姐姐们 能一起玩耍的生活 想加入他们 但安德瓦只会跟他说 你和你哥哥们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得去做个性输出的训练 安德瓦的偏心让灯石愈发扭曲 他下定决心要成长起来 让安德瓦刮目相看 轰冷劝说他不要太过执着 放弃当英雄 试者和班上的同学们一起玩 但灯石表示自己不需要朋友 他和他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轰冷问灯石 是否真心想要成为英雄 在他看来 他实在太在意安德瓦的看法了 因此才过得这么痛苦 他告诉灯石 这世上除了英雄以外 还有许多其他的选择 不要只盯着父亲 多看看这之外的东西 作为母亲 他只希望灯石 能找到他真正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 灯石愈然甩开了轰冷的手 他觉得母亲什么都不懂 说这么多 八成是读了几本开导书吧 他明明就是外婆家缺钱 被卖到轰家来的人 明明他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要说的话 母亲也是帮凶 灯石生气的跑出家门 来到了山上 他那因早产而瘦小雷弱的身体 终于迎来了二次发育 随着身体的变化 他的火焰杀伤力 也比以往更厉害了几分 同时 火焰颜色 也从赤红色 变成了青蓝色 他想 要是父亲看到了这个火焰 一定会被吓一跳的 他兴致勃勃跑回家 与安德瓦下次放假的时候 去山上找他 他有很厉害的东西 要展示给他看 安德瓦没有在意 灯石说的很厉害的东西是什么 但他注意到灯石身上 又出现了很多新伤口 灯石开怀大笑 就算是交动 未来也未必 能达到自己的水平 自己继续努力 说不定能赢过欧尔迈特呢 他笃定 只要父亲看了自己的表现 就一定会认同自己 也一定会让安德瓦觉得 生了他真是太好了 安德瓦没有继续听下去 而是找到了正在照看 轰焦洞的轰冷 大发雷霆质问轰冷 为什么没有按照他说的话 拦住灯石 彼时已五岁的轰焦洞 又哭又喊 让安德瓦放手 不要欺负妈妈 小冬和小夏 也只能在墙角下 任凭安德瓦发脾气 轰冷无可奈何 虽然他一开始 也的确别无选择 但他试着去接受这个结果 本想着至少 以后要笑嘴生活 但灯石的责怪 和安德瓦的狂躁 让他无法正视生活了 他也没能力阻止 灯石的执着 只能任凭事情烂下去 最后那天 安德瓦没有到山上 去看灯石 他认为当时去了 反而会助长灯石的气焰 说不定以后 会为了证明实力 做出更极端的情况 那天灯石在山上 等了很久 也哭了很久 他努力让自己 释放出最强劲的火焰 火焰迅速包裹他的全身 现在回想起那种感觉 土皮都觉得痛不欲生 那时候的火焰温度 可不是一般的高啊 但是他没办法 让火焰停下来 因为当时的他学到的 只有如何让烈焰 烧得更旺而已 那场大火 蔓延了整个山坡 烘灯石 也在那场大火中 彻底离开了人世 安德瓦很后悔 自己造成了 如此悲伤的结局 自从他害死灯石以后 他就知道这一切 都无法回头了 除了将自己的一切 都清除在轰焦洞身上以外 他也不知道自己 还能做些什么 变本加厉的他 给整个家都带来了阴霾 也正是这样 风冷越发讨厌安德瓦 甚至在孩子们的身上 都能看到他的阴影 于是他开始恐惧孩子们 还在轰焦洞脸上 留下了永久伤疤 小冬表示自己 也太过于恐惧 而置身事外 对家庭的破碎保持沉默 一只沉默不语的小夏 终于说话了 虽然一切都是因你而起 可以说你就是元凶 不过要是当时我能狠狠来上一圈 和灯师哥好好谈谈的话 或许他就不会变成涂皮 说不定 现在还会请焦洞 吃冷乔麦面 轰冷走上前说道 责任不光是你一个人的 这次的事情我们都有份 就算你的心已经千疮百孔 我们也会重新帮你振作起来 和涂皮的对决 必须由你亲自完成 安德瓦大惊失色 问道 你真的是冷吗 轰冷斜眼白了安德瓦一眼 用他平常不会用的坚定语气说道 本应该比我们更加痛苦的轰交洞 明明就算被他怨恨也不奇怪 但他却再次称呼我为母亲 他在熊英交道的朋友 并决定将全家人重新联系在一起 他才是轰家的英雄 安德瓦虽然被冷嘲热讽了一番 但还是感动的T四横流 却听轰交洞说道 其实他来这里之前 就和母亲商量好了 本以为安德瓦已经没法战斗 只能由他来解决灯师哥的事了 但现在看来 安德瓦应该还能重新站起来 他朝哭得浑身颤抖的安德瓦伸出手 哭完了就站起来吧 我们大家一起去阻止灯师哥 此时 站在病房外的霍克斯和朝暴牛王 听着房间内的乌野声松了一口气 看来安德瓦的思想重建工作 比他们想象中顺利 而且有了不错的进展 不过他们现在还不能走 还有事情要理清楚 两人走进病房 并称他们听到了全过程 霍克斯还开玩笑问他们 以后的家族旅行 能不能带他和牛仔裤 大家对他们二人的到来十分惊诧 轰冷更是一见到他们就跪下了 还毕恭毕敬致歉道 轰家的儿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霍克斯和朝暴牛王 还没见过这么隆重的敬礼 都被吓了一跳 牛王赶紧扶起轰冷 霍克斯表示自己其实也只是刚出院 还趁着这点功夫收集了一些情报 他们今天来 就是想问一下关于涂皮的事 怨恨的原点会为搜查提供线索 不过 要想知道涂皮是如何在那场火中活下来 又是如何成为如今的涂皮的 还是直接去问他本人比较好 霍克斯嘖嘖叹道 我看过不少安德瓦的影像 没想到年轻时的执念 能膨胀到这种程度 说真的 这个真相有点打击到我了 随后霍克斯凑近红胶洞 问起了他眼睛上的伤 他一直以为是安德瓦造成的 没想到竟然是轰冷 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父母 不由地对红胶洞多了几分赞赏 毕竟自己虽然年长 但没能做到直面那两个人 而是选择了放弃 并丢下了他们 说完还夸了一句 敲筒真帅 轰交动一脸问号 却听霍克斯接着说道 现在外面就是地狱 敌联盒的死丙目 土皮度我 颠织者有宝 和逃亡的132名解放战线成员 以及7只 接近高端水准的脑屋 全都下落不明 他们逃亡后 攻破了塔尔塔罗斯 和其他6所监狱 现在至少1万名以上的犯人 被放出来了 而英雄公安委员会的核心人物 不是死亡 就是受了重伤 现在的公安 已经丧失了统帅英雄的机能 意识到风向不对 而离职的英雄 也层出不穷 但现在 敌人的活动越来越活跃 无法信任英雄的普通市民们 拿起了武器 他们的战斗 加重了原本的受灾程度 当前 政府正在向各国请求救助队 和英雄的支援 不过因为公安系统的瘫痪 英雄的派遣手续 也在延迟中 仅仅两天 就造成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正如轰冷所说 除了战斗外 别无选择了 霍克斯认为 安德瓦不应该把担子 全放在自己身上 这次的责任 不只是No.1一个人的 所有英雄 都应该打起精神参与战斗 他要去支援那些 打算改过自新的人 组队事宜 就交给No.3朝宝牛王 出面处理了 他问安德瓦 你现在 有没有觉得肩膀轻松一些 想要重新来过呢 安德瓦老泪纵横 在大家的注视中 哭成了泪人 小夏有点担心他 便叮嘱他 直到制止了灯石哥为止哦 安德瓦点点头 憋着眼泪说好 霍克斯见气氛又偏了 便又提起了公务 首先 霍克斯和其他英雄 要面向公众进行解释说明 突皮已经恶人先告状了 那声明 就是必不可少的 他略微思考了一下 答辩的内容 其中一个问题 他百思不得其解 One for all 到底是什么呢 小冬想起自己来的时候 也被记者们 问到了这个问题 大家都很好奇 和死比目战斗时 安德瓦说的One for all 到底是什么 这和那个超强敌人off of one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